大家好 晚安旺芬好 我會訪問顧天樂 另外會訪問原來西家豹是關正傑的父親 第一次聽 大家一起看 我會介紹一下已故粵語場片的演員 古天樂正拉著劉青雲為電影《蘇毒3人在天涯》在香港地區宣傳 剛剛上完TVB訪問節目 接著又參加Doo姐新開YouTube頻道 自製訪談節目的The Do Show 別看自製節目 其實Doo姐在香港地位非常高 第一集已經請周潤發 甚麼都敢問 當然現在沒有電視台的枷鎖 自己做老闆才可以選擇 鄭月玲在新一輯訪談節目一炮而紅 她剛剛在The Do Show的節目爆紅 令她越做越起勁問甚麼都可以 請誰上去都要給他面子 The Do Show第一場節目訪問了周潤發 而Doo姐直接親了周潤發的臉 發嫂也沒甚麼所謂 因為明知道周潤發也不會喜歡這個Doo姐 頂多一位朋友 周潤發輕輕親親了他的臉 嘴巴作為回應 很大膽的舉動 令到為之則目 Doo姐只是做給你看 因為為了效果的畫面 另外這次又請來 古天樂和劉青雲 幫她坐鎮宣傳數讀三和人在天涯 同一套戲 Doo姐直接問一個很多人都想問 但沒有人敢問的問題 她問了古天樂 你是不是真的不會結婚 你沒有時間嗎 你有想過結婚嗎 直擊古天樂的靈魂這三年問 人家也想問想知道 估計古天樂可能會很尷尬 黑了臉 但本身他的臉已經夠黑了 但在香港誰不給面這個Doo姐 而且她是為了要宣傳這部電影 古天樂很有耐性地解釋自己為何不結婚的原因 古天樂回答果然不出所料 她說工作就是自己全部 所以作為至今都未結婚的原因 好烈的好行 還有各課程 多謝 無論你信不信也好 反正都是不相信 古天樂入娛樂圈30年 和李文差不多 合作過的美女無數 但感情經歷只有一個女主角 连粉丝都很期待这个孙古恋 恐怕这只是粉丝的一厢情愿 孙圈和古天乐从来未拍过拖 也就是访问狗尖蕊 王己盈是古天乐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 两人因为拍摄,餐餐有饲价而结识 在1994年相戀,相戀了七年 直到2001年宣布和平分手 分手后,王己盈没有说过古天乐一句坏话 古天乐也是这样 而不像很多分手戀人 每个人搞得一地花生 Prinus Cooper说沙炳和古天乐一人都是工作狂 他说 证明了自己是分手事件 其他人就会觉得 我说对方就让别人觉得我是受害者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最好不会有这样的心态 因为你曾经真心爱过这个人 也不想他受到伤害 另外,王己盈最被人印象深刻 就是97年版本的《天龙八步》 里面他是做一个角色叫梦姑 绝对大部分美女都有这些印象 古天乐和王己盈分手的原因 是 他的思想观念不同 最终没办法沟通 这个分手应该有时间聚绩 两人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这件事和平分手挺好 但是这次分手之后 古天乐再没有传过有任何拍拖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是情商 也绝对不是工作那么简单 几年前古天乐曾经公开的场合说想要结婚 有一个自己的小孩 只不过自己更加适合迟婚 但是迟婚迟到什么时候 52岁都还不结婚 实在太迟了 最奇怪的是 自从和王己盈分手之后 古天乐的经历 感情交白卷 最多是坊间流传假新闻 第二个事件是和古天乐感情有关的 一个是TVB小新何宝新出家的事情 一个是香港的豪门李家二公子 密会古天乐 但是第二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很少人再提 没有被人唱出来 照计何宝生是直的 不是乱的 说到他 亦有些乱的传闻 但就不在这一集说 以后有机会先用黑影人去说 古天乐 和孙圈的粉丝 最看好的一对 两个人在刑事偵辑档案4之中 徐飞和武超军 名字挺好听 还有沉秦记之中的汉少龙 和乌庭坊 这对情侣的CP值非常高 两个人都52岁 至今都是单身的 可以这么说 样貌相当 但被粉丝初点鸳鸯 因为他两个人只承认是很好的朋友 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很大方 非常 都不像一对情侣 像一个好朋友 你们觉得 这个古天乐 他不结婚是什么原因 好了 留个答案给你们 现在我们又讲一下 西瓜跑 就是粤语长片年代的 艺人或名声 但是他从影以牙刷骚的角色最深入闻心 虽然他并没有做过主角 不过每一次 都是吃着一个搞笑的方式去演戏 观众对这位绿叶前辈留下深刻印象 那些年 阿西瓜跑因为认识粤语片的前辈王楚山 继而入了南洋天一影业公司 即是邵氏的前身 当时他是做道具管理院 即是管理道具 后期他就转学做化妆 之后就做了服装间的管理 原来是这样 他也挺多才多艺 有一次机缘巧合 阿西瓜跑就被人介绍他做Kerner Fair 从此展开了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成为了香港粤语片性格演员之一 由于他多数都是扮演一些低下层 樸素的小市民角色 经常都要 好像漏口 你吃了饭 扮什么 即是搞笑的 这个搞笑就是 人们最喜欢 因为印象深刻 没什么人可以扮到 好像他扮梢牙 你知不知道小时候我听过一首歌 梢牙可以刨西瓜 下雨可以遮下巴 冲浪可以栽繁 游水可以刮刮刮下 刮刮刮刮刮刮 你有没有听过 哈哈哈 那时候是小学歌 这个 西瓜跑 他第一次亮相的银幕电影 叫做《同病不相连》 在电影里 他是唯一 其中一位的露人家 由于觉得他做特约演员的收入比正职更可观 就决定做全职的特约演员 由于他天生有一盆哨牙 我做fact check的时候 我就去找 六碗鸿吞麵 Bernie Scalper 这件事也发生在我另一个同事 另一个哥哥 另一个演员 叫做高鲁传 帮他改西瓜跑的名字 在50年代 索性以西瓜跑的艺名 取代了原名 原名叫什么名呢 叫林筋 Cradurus说 找到真命天子都很难 OK 从未听过 但很好笑 谢谢 他的名字叫林筋 西瓜跑最为人熟悉 王飞鸿系列的电影 扮演王飞鸿的徒弟牙策傻 这个角色 总共演了八十多部 比主角关德兴演王飞鸿重要多 即是赚钱 不过他的片酬没关德兴那么高 西瓜跑从影以来 总共拍过七八部电影 可以叫做绿叶王之王 西瓜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唱片时代 他专演这个 好了 看看他的名字 不信息过其他电影红星 由于他从来不计较角色的气氛 所以他片药不断 发到猪头 几乎拍完A厂 然后就去B厂 以前有流行七日线 继续跑去C厂 薪酬计算 每部两至三千元 以前两至三千元 很多钱 一个月拍几部电影 合计有万多钱 他收入非常可观 以前他们那个年代 应该 我做过一些fact check 一层楼 普通一层楼 两脚 两万多 他一个月已经可以赚到半层楼 可惜他喜欢赌 输了 真是这个惨 好像曹达华 又是输了 若不是他应该也挺有钱 故此 跑叔生前奉劝人 小赌可以移情 大赌可以乱胜 当你撕了钱才说这句话 真是太迟了 我只是说矮冬瓜 我其实 我稍后 告诉你 我认识那些 80年代 有一个歌手 叫做关正杰 刚刚初出道 不少的香港媒体 曾经报道过 关正杰的老爸 就是预语场 预语场片明星 就是性格演员 细瓜跑 为什么香港媒体 会有这样的传册 佳因 关正杰 本身 都是有点哨牙的 那你是不是玩狗他 人家哨牙 你又说他老爸 哈哈哈 还有鱼鸣 沙铛你说鱼鸣 OK 哪个 E.L 这么高兴 你们很喜欢听这些 好了 因为他 初出道的时候 关正杰有点哨牙的 相貌 像西瓜 跑了几分相似 故此引起香港的媒体 有这样的揣测 而当时关正杰 对于这个报道非常之不满 亦没有正面的否认 哈哈哈 就是他不开心 他是一位 建筑师 读饱书 在那个年代歌手 都是 比较窮 出身 小小 出来跑江湖 但是 关正杰 就是一位建筑师 读饱书 浸过咸水 另外还有 很高学力 当然 林梓祥 林梓祥 和关正杰在那个年代 是最高学力的 后期才有 陈八强 或者 张库荣 在外国 带来 所以这些一级的明星 背景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讲讲 不过 我看看 还有没有 信息 他原名叫 林根 是广东的 潘虞人 他与长片的年代 几乎每部电影都会出现的特约演员 多数都是做一些 工人 或者是小贩等等 低下阶层的人 卖相相当滑稽 喜感很强 在这个 王飞鸿的电影之中 充当 调节 调剂 和缓和紧张的气氛 人物 牙扎 经常被他师兄 私底 欺负他 并且有死有如沽 有时 凭着几度的三脚猫功夫 出奇制性 哈哈哈 配合他牙刷骰之名 他也凭着这个角色 讲为人知 由50年代 到80年代 王飞鸿的电影之中 牙刷骰一个角色 始终没有人能够取代 西瓜跑 在电影之中 往往是受欺压的可怜人 虽然 暂时 王飞鸿片中 得到 师傅 的余威 打败 华人 落花流水 但是 总是不及 英雄本色 绝地反击 看着 謝賢 杜萍 被墨基 手下打得 无力 招架 凤然出手相救 逆转 做了一次真英雄 西瓜跑虽然没什么声味 但有些难以言喻的亲切感 虽然我们未必可能记得他 但每一次他在螢光幕出现 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现在讲到矮冬瓜 矮冬瓜也行 矮冬瓜 矮冬瓜原名叫 御镜角 在五六十年代的御场片 突若演员 和西瓜跑同样是被受观众欢迎的鞋角 矮冬瓜人如其名 身材矮 五短身形 在王飞鸿之中 他是做火头将军 火头军一个角色 代表着六十年代 先学港联的老夫子电影系列 有三部的老夫子电影系列 做大番薯 另外老夫子救了傻子命 他和高老全饰演的大番薯和老夫子 可以说二不二之选 但在继《乌龙王》之后 另一次成功把漫画人搬上银幕 其实七十年代 李铁和邵氏电影公司 有分别开拍老夫子电影 但主角老夫子已经逆角 可能大番薯始终由 矮冬瓜独家代理 所以只此一家别无他选 你们还知道哪个 雨场片 你们想听哪个 有借然这些色 邓基层 等等等等 陈锦棠林家兴 关德兴 张活油 还有这个 食碗面反碗底的 不错饭 张英才对过世 何非凡我说过了 靓翅伯 还有这个半日安 还有墨基 梅恩 梅恩就是肥的 声音很好听 做配音 还有黄楚山 还有李铬飞 还有石坚 坚肃 刘克孙 姜宗平 金雷 余明 龙江 刘克孙 等等 你们想我说哪个呢 余明 全部都懂 Garry 梁 OK 好 我们讲下另外一宗 就是一个内地的新闻 等大家看看有什么值得 警惕 近日内蒙古 有一名50多岁的教车师傅 他在科目三 就是路面 驾驶 训练的时候 对一名18岁的女学员 咸豬手 借着 驾车 摸他大腿 长达9分钟 其实9分钟很久 还不断大声骂人 甚至暗访这些女孩考车牌肥佬 就是因为上次他没有教车师傅 然后他又摸一摸 整个夸张的过程 全部都被其他学员拍下了 说车其实 就很小很窄的嘛 为什么他可以放到镜子 拍到他摸它 9分钟那么久 我看到一些照片 银大腿 你知银大腿 你就夹着鲍鱼 就是说已经抽了水 好离谱 这个好像看AV 目击者拍摄影片的钟 坐在一个副驾驶的教车师傅 身穿一个白色短袖衣 女学员在驾车的时候 他就骗着女孩的手 握着波棍 怕打个女孩 骗着车盘的手 又不时拍他大腿 这个拍摄的杜先生 就向内地的媒体报料 当时是熟悉这个考点 即是考过地方 一上车就听到这位老师傅 对这个18岁的姑娘 说上次没有考试 没有教过吗 然后他说 上次考试教练摸摸你的手 摸摸你的脚 你也不懂 你回去摸不够 那女孩就满面通红 不懂得说话 教练视上下其手 在影片之中 这个教车师傅 按着大腿的大腿 在刹车 有一道 一边摸一边说 再开快点 小心我捏你 这样 捏他 那女孩全程 很疑似 因为很害怕 所以没有说话 这个摄氏的考场 是属于方圆顺达的 驾驶学校 那个学校有一名负责人 陈先生就说 有很多 駕驶学校是没有场地 会在这个场地考试 经查证 影片之中的教车师傅 是属于顺达駕驶学校的 那个负责人在8月3号回应 将这一名的师傅已经开除了 死了 已经被他抽了水 好吗 多谢 没什么特别 现在是6点54分 我早点就要出去 今晚就和Don做节目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做这个 新闻 今晚的新闻时间 希望大家黄金三小时点赞莫辭义 因为没什么时间和大家聊 多谢 拜拜 希望大家一起进步 每天学多一点 晚点见